為什麼會跟樹林分局這邊做一個防詐宣導的合作呢? 因為近期其實我們的詐騙案還有新興手法蠻多的 然後我們受到樹林分局的邀請 所以就決定一起合作來做一個反詐宣導的部分 讓民眾可以更加了解我們一些防詐騙的正確觀念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比較新興的一些詐騙手法 這一次最主要我們是有點像是這種掃街宣導的方式 一一的詢問民眾然後跟大家進行問答 抽查一下我們現場的這些民眾對於我們詐騙觀念的正確程度 另外也跟大家講解我們現在一些比較新興的網路詐騙手法 然後還有現在很流行的一些超商宅配地址 以及投資手法的防詐騙宣傳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在現場會有這個會心炒飯免費送的活動 那也邀請大家都可以一同來到我們的現場 參與我們這個討騙的宣傳 然後還有參加我們稍後的這個免費炒飯的活動 那反詐騙的部分因為剛好我們也到了這個繳稅的月份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還有一種詐騙手法 就是它可能會騙你說你的燃料稅沒有繳 或是什麼稅沒有繳 給你一個網址要求你點進去更改一些資料的部分 那這部分也要特別來跟各位民眾說一下 我們的這個就是官方的部分 是絕對不會透過這種方式 請大家來更改我們這些資料的 所以請大家千萬不要點進去 只要你點進去一更改之後 你所有的訊息就會被竊取走了 對那如果今天它需要你輸入這個帳戶資訊的話 也千萬不要輸入 因為你的帳戶也會被拿走去當人頭帳戶 那當人頭帳戶其實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它有可能會觸犯像是我們的幫助洗錢罪 然後還有呢 幫助詐欺罪 另外呢 我們最高還可以取到五年以下的尤其服刑 其實是蠻嚴重的 所以也要跟大家講 如果啊像我們美女你有遇到這個狀況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多方查證會比較好 對 那在這部分呢 我們警局呢 其實也有一個就是反駕騙的活動在5月5號 那也邀請大家呢 都可以一起的來參與 其實我也有接過像是大片變化 但是呢 他就打來哭說媽媽 我就想說 奇怪了 我確定我還沒生小孩啊 對這個就是會比較很明顯的錯誤 但是現在最流行的就像是我剛剛所說的 請問一下你平常會買網購嗎 會 然後都會宅配吧對不對 或者是超商計貨 那我們這個超商計貨啊 現在非常的流行 要求你更改超商配貨地址 或者是宅配地址 那這一點呢 我們近期呢 就是受騙上當的女性受害者很多的 所以也要呼籲各位女孩們呢 也要小心注意 超商也不會打電話要求你更改地址 對我們的黑貓宅集店等等的 也通通都不會用打電話的方式 這一點大家要特別的小心 那在5月5號這個活動啊 我也想要幫他們多多的宣傳 那5月5號呢 會有一個這個全民反詐騙一起發生的活動 我們現場呢 有邀請到40位藝人呢 與我們一同共襄盛舉 跟大家分享經驗 以及呢 做我們這個詐騙宣討的部分 對 然後也邀請大家呢 可以一起來參與現場的活動 非常的好玩 沒有辦法現場參與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喔 都可以鎖定我們景廣的各大頻道 還有YouTube的網路直播 可以一起關注參加我們的活動 為我們拍攝簽 第一次請分享 就可以拍照 真的很動